欢迎收看云端最前线 我们今天在节目中要公布 蔡总统执政三年以来 相关满意度的最新 鸡尾九世民调的结果 我们看一段最新的相关新闻画面 我们做的事情 比你想象的多很多 我也要告诉三年来 不但唱衰台湾的人 你们不会得逞 每一项成绩都不是凭空出现 需要扎实的努力 我要告诉三年来感到失望的朋友 只要多一点的耐心 你就会看见我们做的事情 比你想象的多很多 我也要告诉三年来 不但唱衰台湾的人 你们不会得逞 但是我必须要说 该做的事就必须要做 如果第一任不敢做 第二任也不会有勇气去做 我付出的政治代价确实很大 但如果我只做朝短线的事情 这个国家就只会在原地踏步 甚至是越来越衰弱 虽然我们社会在过去的这段时间 历经了一些困难的过程 但是我相信最难的那一关 我们已经跨过去了 我觉得这个议题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 他一定会扶上台面 那作为一个政治领导人 作为一个执政团队 他就是必须要去面对 我有鼓励我们的企业主 该加班的时候 就应该要给我们的劳工 有加班的机会 不要造成他们收入 有大幅的减少的情况 重点在这里 田南基础建设计划 当初很多人把它骂得一无是处 但是很多这些人中间的很多人 现在都在收割我们的成果 再生能源的梦想 我们谈了十几年 从我上任之后 三年来经过修法 签约 议价 开工 才终于要实现 另外最近是报税季节 我相信国人对于减税的幅度 非常有感 这是我和林权前院长 从上任一开始 就反复讨论的计划 从构想 规划 立法到实施 历经了三任的隔魁 才让大家感受到成果 好 回到现场 画面是这个总统 在就职三周年 在总统府召开的记者会 细数这三年执政来 他的相关的心得 以及值得夸耀的一些绩效 新吴云大概把重点 归结六个部分 第一个 他认为经济拼起来 台股常态性上万点 失业率持续下降 来到19年的新低 第二 他认为我们的国家的产品 行销全世界 特别是农云产品出购 达54亿美元 为有史以来最高的一个时间 另外他认为说台商 把钱通通归于返乡 带回来 留回来 台商回台金的高达 2884亿新台币 更创造28500个以上的就业机会了 第三 蔡总统认为政府非常高 照顾老百姓的生活 月薪三万以下免缴税 身心障碍长期扣税 幼儿扣除了全面增加新办公宅等等 那也说有建立了5483个个级 长照2.0的据点 第五 他最骄傲的是说 租款有够到 中华民国的主权 他保护的非常的兼顾安全 在台美关系方面 美国众议院全票通过 台湾安全再保证法等等 那他第六提到说 你们有未来 台湾的未来的下一代 他认为他透过他的执政 让他们看到未来 那预额的抵税额提高到20万 12万4岁以下 自己带月领2500块的津贴 那包括加开公佑3000班的托育等等 OK 我们回到最新的民调结果 我们先从总体的满意度的角度来看 蔡英文总统整体施政的满意度 大家知道我们的民调方法 是基于九世民调 51岁以上的资深国民 我们用行动电话的抽样 他的抽样母体是已经 会员已经达到700多万的 东森购物的这些会员里面 他的会员的资料库的配比 性别居住区域 年龄层的分布会跟台湾 2348万的人口的配比 是齐取一致的 那50岁以下的 我们用网路的抽样调查了 那蔡英文的总统整体施政满意度 抽样整个调查结果 满意的14非常满意的14个% 还算满意的20.9% 不太满意的19.5% 非常不满意的 哇这个比例就高了 高达41.4% 不知道没有意见的4.2% 那如果把非常不满意跟满意 不太满意的加起来 将近6成左右了 那满意跟还算满意的加起来 在34个%左右 这个总体满意度的一些 细项的breakdown 大概这后面有一个简单的统计 如果年龄层来看的话 20到29岁有高达54%的全体国民 这个国民给予正向的评价了 30到39岁有41.6%的 给予正向的评价 那40到49岁 哇不满意度就偏高了 到达70.5% 那50到59岁我常讲之后 我自己也是这个世代 叫做扛世代 就把全家的责任扛起来了 都说都无意了 最任命的一个世代50到59岁不满意度是80.2 那60岁以上不满意度是64.1 如果以这个教育程度来看的话 在这个国小及国小以下的教育程度 他的满意度是50 刚刚有50% 那这个国中的部分31 那大概学历越高的部分 大概有点往下降 那这边不满意度最高的 大概是大学级大专程度 高中值以上大概都有6成4到6成2的不满意度了 老师从总体的满意度的部分 您帮蔡总统的执政拔拔卖 我说这个满意度真的是低了一点 不满意的程度显然是还蛮高 那我想其实这个民调做出来 如果每一家做出来 大家都不会相聚太远 其实这个民调不用这样去做 去年年底就是一个最好的民调 去年年底的九合一大选 民进党败了这么惨 其实那次就是给蔡英文打了分数 你说那个选举离现在只不过几个月的时间 说几个月的时间 他的施政的满意度可以大幅提升 这个是不可能的 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还是经济的问题 经济表现 对 像我们现在在选举初选 我们像大街小巷这样在走 卖衣服的 卖鞋子的 坐吃的 你去看大概是十个里面 九家的店的老板告诉你 生日不好啦 灰灰啦 现在很累啦 都不是很积极 令人家会振奋的这种回答 所以你去看了他们这种回答之后 你就知道说 蔡英文的民调是高不起来了 因为你在讲什么 国家的安全 主权的问题等等 这个是很重要 但是多数百姓 现在其实最关心的是 他口袋里面的钞票有多少 所以我认为经济的议题来讲 是蔡总统政绩不被看好最重要的原因 至于你说减税 我跟你讲 全世界每一个纳税者 都是欢迎减税的这样的一个决定 这样的一个政策 这个问题是 你再问他说 那这个减税对你的 这样的一个经济生活的改善 对你生活改善是不是有很大的帮助 我认为那个回答 基本上是负面 你说减税我欢迎 但是透过减税 是不是让我的经济生活得到改善 可能答案会有另外一个走向 所以上次这个毛家庆常讲说 你去问年轻人 你与其给我减税我不反对 但他更希望什么 给我加薪吧 OK是 那苦林老师 我在您回应之前 我在讲几个细项的民调 有关减税措施的市政满意度 大概非常满意 跟还算满意 这个加起来就五成七左右 就大家都非常欢迎减税 那不太满意的比例就相对比较低一点 那我们来看这个部分的相对的breakdown 就细节的分析的话 月年轻20到29岁 30到29岁 哇都将近七成左右的 这个减税我非常的满意 但是40到40岁 50到59岁 慢慢扛起家计 家庭重担越来越重的书对减税 当然欢迎 但是他的满意度相对 可能就没那么高了 那苦林老师 怎么看这个部分的民调查 我觉得这个其实 施政满意度这件事情 对于蔡英文 他应该不要去想了 就是这样 因为没有用 你譬如说他现在用了苏正商 苏正商的满意度 几乎40块到50克 对他的满意度有没有帮助 没有 因为他仇人太多了 对他的仇人 第一个仇人就是公交人员吧 退休公交嘛 因为我跟你讲 我们什么时候垃圾不分难率 钱不分难率 马英九的生化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开始掉的 邮电装长开始掉 年重慰问金等等 蔡英文你就让这些人 就眼看着他6万 然后明年5万 再来4万 他心里一定不爽 他纵然不敢说这是不对的 但是他票绝对不会投票 可是苦老师我答断你 可是另外一方面有很多人说支持年金改革 这些支持年金改革的制度 为什么没有反映在蔡总统的满意度上面呢 因为他们现在只有受害的人会反映 受益的人未必会反映 但是受害的人多 除了这个之外 受害者 对 优先反映 强烈反映 工人 你说要给我周休二日 结果我搞成一粒一丘 你把我七天价收回去了 然后后来一粒一丘又改回来了 又改回头了 你七天价有没有还我 没有啊 就工人白白被糊弄半天 然后少了七天价 所以工人也不爽啊 你加基本工资有什么用 我又不是拿基本工资的 那农民这次也大盘盘 那农民其实主要的是在于蔡英文的态度 我觉得云豹装甲车刊灾那一次 那个画面升值人心 变成经典画面 对就觉得说你就是高高在上 你这不知民间疾苦 然后人家韩国瑜蹲在那边 跟农民在蔡田里面谈事情这样 那种反差非常的大 所以你看他最近还走下神坛嘛 开始到处拜庙啊 到处去 可是对 他才忽然才察觉到这一点 那还有一个比较大家比较多人 就是反同的团体 OK 您认为 其实很严重 因为我问高雄 因为我住高雄市 高雄市一位立委跟我讲 他说像陈其邁会输那么多 很大的原因是在教会 还有教师的团体 的确 对 就是他们 包括最挺民进党的 长老教会都出来说 这庭我倒霉就会 所以这一些人 那甚至我碰到一个计程车司机 他说他一向支持民进党 他特别从台北回高雄 去投票投给韩国瑜 为什么 因为他对Uber不满意 Uber 对 开放Uber 影响到他们的生计 所以他结下的这些仇 是解决不了的 所以你再去施政 再怎么施政都救不起来了 换句话说可能恨 所以为什么赖清德的民调 还比蔡英文高 换句话说恨蔡英文的人 多于恨民进党 所以要当总统 不是有多少人喜欢你 先评估一下有多少人恨你 对啊 你看所以 对啊 他有不满意 因为喜欢你的人 失神笑得好开心 会必会全力的支持你 可是我这些恨你的人 我是恨定你 反正 所以有时候痛恨 我会比喜欢更做 变成一个叫积极表态者 让我逆到 让我每天跟你拳团 所以我们常讲说消费者满意度调查 千万不要制造不满意的消费者 因为他会至少传播 7到18个他的不愉快经验 可是满意者可能传播3到5次 所以千万不要制造不满意者 所以我们节目也努力在改善这个东西 谢谢大家 我给你解决一下 我发现会就像一个人 在哪个人 那我上边 像